王好兄 因为过去您在财经界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过去你们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 以及看他们政策动向的时候 对您而言 你会觉得中国大陆的政策非常不透明 会造成你们在过去研判的时候的困扰吗 当然有中国政府 有很多的基本上的问题 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 第一个最重要当然就是统计数据的不透明 和故意引导 这两天中国自己的前任财政部长 楼继伟就自己出来说 你说他自己说 你如果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 现在中国经济判到了三重压力 问题很严重 李道辉说的40年来最严重 最困难的经济状况 但是如果你读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是形势一片大好 到处阴歌厌舞 如果你看统计数字 你完全得不出这个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很严重的这个结论来 什么问题呢 当然是统计数字有问题了 这个统计数字是有误导了 那这个对我们这个经济研究的 对中国形势判断的研究 产生了很大的误导 如果你长期做很严重的统计数字的误导 报喜不报忧的话 当然会使得政府的政策和一般老百姓的行为 产生误判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当然第二个问题 我刚才讲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政府的政策目标互相矛盾 他的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他们到底想要往左转 还是往右转 摇摆不定 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的 这个邓小平 他上任的一个最主要的哲学思想 就是不要争论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不要争论是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但习近平就是不断的让大家来争论 我是往左还是往右 我是往社会主义 还是往资本主义 我是要共同富裕 我还是要这个发展私有企业 我是要设置这个资本的红绿灯 还是我要这个鼓励资本进一步发展 那你不断的争论这个左右左右的问题 你当然经济就 政策就摇摆不动 那企业就无所适从了 刚才汪浩兄他所提到的 这个中共的前财政部长出来 这个讲出中国的这个数据 这个不可靠的一面 的确对绝大部分的观众而言 不是财经专家 也许看那些总体个体的经济数字 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有一个数字 它既然会造假 这个大家听了可能会吓一跳 就是前一阵传出说 中国的人口有14亿 这个14亿的这个数字 可能也是卫造的 卫造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要去拿补助 所以你看人口的数字 他都可以这个去make up 所以去对于政策研究 对经济 对于财经的人 他们要去研判 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向 其实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困难 这就是政策不透明 数字虚假 所造成的这个恶果 当然这个恶果的后面 其实可能都一切都是 以政治挂帅所形成的 我们也看到这次 在中共中华经济会议里面 他所发出的这个paper里面 又特别强调 在邓小平时期的这个谈话 要求说要坚持高质量的发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特别强调这是党的基本路线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邓小平当时 他所收的这些slogan 已经没有出现了 现在新的这个slogan 应该是共同富裕 这次共同富裕不提了 反而是老过去老式的 这个slogan出来了 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确实是在这个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之后的 这么短时间内 似乎中国的媒体也好 政府的声明也好 这个政策风向有所改变 那这个改变我认为 确实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国内的经济 实际上冷却的状况下行的压力 比大家外面能看到的 或者大家预趋的要严峻很多 所以中国的决策当局有点着急了 有点panic了 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吓到了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 为什么提出要找到共同富裕 把蛋糕切好和蛋糕做大的平衡 而且是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而不是马上要实现的共同富裕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设置资本市场的 红绿灯和这个发展资本的市场的 主体性的问题 本质上是中国政府内部的 有一个政策辩论 有一个不同的力量在争论 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些数据了 所以现在经济出问题了 那这个经济出问题 可见你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主导的这些政策有问题 那怎么样把它圆过来 怎么样把它调整过来 那现在实际上要重新去走 邓小平的老路嘛 那是不是真的 习近平答应这么做 是不是真的这条路线会调整到 邓小平的路线那个方向 我觉得很值得观察 但是目前这两天的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迹象